我們今天主要的提告對象是包括了民進黨的發言人吳征以及民進黨 還有ET Today的記者陶本和以及他的公司 另外還有三立新聞網的高興記者以及他的公司 每一家機構加上他的記者以及發言人是各求償100萬 所以總額是300萬元 我們提告的室友是在民事部分妨礙了民喻權 也就是他侵害了他的權利 所以說我們要做民事的提告 這個室友是因為在2月1號兩家的媒體先後以內幕的方式報導出來說 這個是民眾黨的黨主席柯文哲主動致電給民進黨的高層提出交換 希望說能夠交換所謂的龍頭是黃珊珊 然後副院長的部分是民進黨的人選 但是這完全跟事實是完全顛倒的 所以說我們今天要來做提告 另外後續包括了民進黨的發言人又在臉書上PO出了一篇說事實的全貌 就是柯文哲主動打電話 而且提出了這樣的條件 所以我們也一併提告 我們黨內有非常多的法律專家 以及我們也跟律師團討論過後 這是我們所提出的訴訟策略 我想在司法過程當中每個人都有主張的權利 不過我們的訴訟策略就是提告民事 同時提告民事它並沒有偵查不公開的問題 它可以將整個訴訟的過程 一五一十明明白白的公眾於是